来 看来拓拔鱼已经先到一步了 没关系 我们还有这个 你说这次皇上重审太子一案 会有结果吗 时隔已久 有很多的证据和证人 都已经不在了 结果如何 难以预料 不过从一开始 我们也没有指望会有什么结果 这么做 只是为了分散拓拔鱼的注意力 我们要更加细心 更加谨慎 不能放过任何一丝线索 我明白了 往往线索就存在于 我们忽略的细节当中 魏阳 如果我们没有找到线索 魏阳 我送你走 不 我不会走的 我要跟你在一起 你不要再说这种傻话了 你不要再说 头发钧 怎么了 看这里少了一块玉 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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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臣查得原意所在 不想原意被南安王灭口 临死前说出实情 太子一案实为冤案 有原意手印与真实账簿为证 臣懦弱不敢揭发南安王 望陛下敏臣私情还太子公道 臣周民敬上 冤枉了 我父王真的是冤枉的 我父王是被南安王陷害的 有了这本奏场 还有这本账簿 我就可以在皇爷面前 揭发拓巴鱼的阴谋 事不宜迟 我们这就去宫礼 去禀告皇上 拜见陛下 免礼 军儿 这么晚求见 难道有要事 宗爱 你先退下 是 皇爷 皇爷 虽然现在找到了证据 可以证明父王是无辜的 还请皇爷爷 能够严惩幕后主使 你找到了证据 皇爷爷 这本账簿 还有走账 能够证明拓巴鱼 就是陷害我父王的幕后主使 宗正大人 一直收藏账簿 等待翻案 可是没想到 拓巴鱼指示池玉南 灭了宗正府满门 还请皇爷爷明鉴 拓巴鱼 你也死 你竟敢陷害太子 草菅人命 尽致丧尽天良 皇儿 皇儿 父皇误会你了 请皇爷爷为父皇洗冤 你敢把拓巴鱼拿下 这样杀了他 万万不可陛下 你说什么 陛下 拓巴鱼羽翼已疯 若是陛下贸然捉拿 定会逼得他举兵造反 请来吧 你说的没错 朕在不知不觉之中 已经让他的势力 扩张到这个地步 朕一直以为 他千功礼让 成为忠厚 想不到 他一直在欺骗朕 皇爷 为今至计 只能趁拓巴鱼还不知情 将拓巴鱼引入宫中捉拿 只要捉住拓巴鱼 其他人不足为据 这件事 就交由你去办吧 拿下拓巴鱼之后 朕要好好地问他 太子对他不保 他为什么狠心下此毒手 是 皇爷 那儿 我先去准备一切 你带在宫里 有什么事就让人带话给我 我看皇上最近受了不小的打击 我会在皇上身边好好安慰他的 谢谢你 发生了这么多事 还好有你在我的身边 你一定要多加小心 我在宫里等着你回来 等一切失了 我就让皇爷爷为我们赐婚 这辈子我们永远在一起 执子之手 与子偕老 我写得了 我写的 我写得了